好,來,我們來問問同學 想一想,銀木耳的綠化鈣完全解離之後 可以這樣這樣這樣 總共有幾個 電荷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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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怎麼樣怎樣怎樣 電中性負電怎麼樣怎樣 要解決這題 理論上你要曉得綠化鈣的解離方程式 你知道嗎 你知道綠化鈣解離方程式嗎 綠化鈣是CACL2 綠化鈣是CACL2 會解離出一個CA2症 還有兩個CL負 一個鈣離子兩個綠離子 好,我已經告訴你了 那請問你各幾個 銀木耳綠化鈣 它是問幾個喔 它不是問幾末喔 它是問幾個不是問幾末喔 請問你它幾個 停車戰界問 二十四號 二十四號 誰六乘以此 要講啊 還問兩個啊 一個問綠離子 鈣離子啊 綠離子幾個 鈣離子幾個 鈣離子幾個 六鈣離子 六乘以十二三四方個 綠離子呢 一點二乘以十二四四方個 請坐 總電荷數是多少 幾個正幾個負啊 幾末正幾末負啊 幾個正幾個負啊 幾末正幾末負啊 你看 幾末正幾末負啊 幾末正幾末負啊 你先告訴你 有 一末鈣離子嘛 兩末綠離子嘛 所以這樣有幾末的正電 幾末的負電 或幾個正電 幾個負電嘛 兩末的正電 兩末的負電 是喔 是 請坐 你說兩末嘛 就是那個 一末的鈣離子 鈣是二正 一個有兩個正嘛 所以一末會有兩末正嘛 兩末的綠離子 綠離子是要負 一個會有一個負嘛 所以一末就一末嘛 一末的負嘛 它兩末所以兩末嘛 所以兩末負電嘛 很簡單嘛 那總共有兩末正啊 總共有兩末負啊 那就很簡單 第三個就很簡單 很正常啦 那請問你 它是正電負電的電中性啊 你就算這個不配 用死背 你也知道答案是什麼 你把我剛才交的背下來 你也知道答案是什麼 你居然真的不會算 你也知道答案是什麼 來 帥哥三十二 三二 啊 正電負電電中性啊 請坐 電中性啊 請坐 我們說了 容易不管是酸性 中性還是減性 那鐵定什麼 鐵定電中性嘛 剛才說有兩末正電嘛 兩末負電嘛 那正部底下就是零嘛 電中性嘛 很簡單的問題 很簡單的問題 問各位 有關一些解離的狀況 重點之一 就是請你要匯 綠化鈣的解離方程式 綠化鈣這個東西 常常會在考試題目裡出現 所以你要曉得 綠化鈣會解離出 一個鈣離子 兩個綠離子 這件事要懂的 其他都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為什麼會帶電啊 電中性的問題 你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蛤 無人有問題吧 沒有 接下來問各位兩個小問題 化鈣融與水 可以有兩種離子 另外一個是NA字 另外一個是誰 用猜就知道是誰 最有可能是誰 我告訴你 有一個是正離子 那另外一個會是誰 30 C 你說 因為一定要電中性 所以呢 有正離子就要有什麼 負離子 所以你給我正離子 另外最有可能是誰 負離子 帶負電 所以我們答案選C 當然也裡面 也許裡面也會有CA2症或CU2症 可是我鐵定保證一定會有個負的 所以我答案要選的是C 因為要保持電中性 也因為要保持電中性 所以 你 綠化鈣有500個綠離子 那會有多少個鈣離子 理論上你就是要會 綠離子是什麼寫的 鈣離子它那個離子是什麼寫的 你就知道它帶幾個正幾個負 然後你就會曉得答案了很簡單 來 請問你有多少 蛤 會有多少個 來 有沒有 來3號 3號 C 請坐 你選的是C 一 一樣嘛 鈣離子 解離方程式 會有一個鈣離子 兩個 綠離子 這樣才會有電中性嘛 所以他們的 鈣的數目就是綠的數目一半嘛 一個二應該是一嘛 一半嘛 所以就切一半嘛 所以250嘛 所以大家要選C 這些題目都是跟電中性有關係的 就是請你記住 容易一定量是電中性 電中性 多少正就多少部 總電量一定會一樣 就是你要學會的重點